我们准备来看一下今天的分享 今天的分享在雅各书四章十五节 那边说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 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 那这个人生的这个英文life 或是生命life 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字呢有些人就跟我们讲 这个人生是怎么样组成的呢 首先是这个l l就是learning 学习 一个人可以透过学习跟教育来丰富我们的人生 那另外一个就是e e就是experience 那个经验 即使没有好的教育那也不要紧 很多成功的人呢 他们可能大学都没有毕业 但是他们透过人生的经验可以来补足 但很多时候我们纵使有学习有经验 但是我们人生有一大的部分 却是透过中间这两个字叫eve eve 也就是这一段经文所讲的那个弱 弱那个eve 那那个eve呢 往往就是我们人生当中 常常会组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那个eve 那么我们必须承认 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 其实充满很多的eve 那个弱 我们可以充分的去教育 我们有很多的经验 但是我们可能对于未来是没有把握的 人可能很突然的会离开世界 那也许我们开车去上班 但是永远到不到那个办公室 也许看医生觉得一切健康 但是身怀绝症 其实人的一生 可能比那个股市是更难预测的 充满那个eve 对于未来我们知道多少 其实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因为这个eve 但是呢 我们要确信的是这个eve 这个弱 是掌握在神的手中 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 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我的教育或我的经验 也许可以让我对未来稍微 这个预测的准确一点点 但是这个人生还是超越不了这个eve 当然这不表示说 我们就过一个这种宿命论者的生活 如果今天我们跟神有更深的连结 那么这个eve 这个弱 其实就没有办法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产生那种不稳定的波浪 因为在任何的环境下面 富裕或贫穷 健康或疾病 成功或失败 我们对于未来都能够产生足够的确信 只要我们能够承认自己的未知 相信上帝的全知 那么面对人生当中的这个eve 这个弱 我们不需要去找任何人去询问 我们将来的运势怎么样 我们只要相信神掌管我们的未来 在我们的祷告当中 有些时候神会告诉我们 未来人生的方向 而有些事情神会向我们隐藏 但是我们不需要惊慌失措 因为表示说神认为 我们不需要知道那些事情 我们只要专心的依靠上帝 如果我们相信神的全知 他了解我们的一切 他没有离开我们的身边 这个会对我们的未来产生肯定 就好像圣经在诗篇139篇1到6节所说的 那边说 耶和华你已经见察我 认识我 我坐下 我起来 你都晓得 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我行入 我躺卧 你都细查 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耶和华 我舌头上的话 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 你在前后环绕我 按手在我身上 这样的知识奇妙 是我不能测的 至高是我不能急的 我们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 神都知道 在我们看来 我们好像是if 好像是个弱 但是对神来说 没有if的存在 所有事情的发生 都在于他存全善良的旨意当中 所以当我们面对未来的时候 请记得 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神都知道 神知道人的生命细袭 何时结束 他也知道 我们会在何处度过永生 他知道我们的经济状况 知道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 知道我们隐私的念头 罪孽跟感受 他不但知道 而且圣经告诉我们 他还前后环绕我们 他关心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所以我们不用再去追求 那些未定之术 只要知道 未来在上帝的手中 他是无所不知的 我们不用带着惧怕 怀疑跟惶恐去度日 因为神不会苦待他的儿女 神会用我们if的这个未来 在我们的面前 去行奇妙的神迹 所以愿神赐福给大家 也让我们能够从 向神倚靠跟信心的祷告 能够开始我们今天的生活 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 孩子真是要为了这一天 我们献上感恩 我们真是一天的忧虑 一天当就够了 我们将我们这一天 全然的交托在 主你自己的手中 愿主你自己的宝血 亲自来涂抹 洁净我们 以视为来保护我们 围绕我们 真是我们在这一天的当中 能够过和神心意的生活 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 我们真是不失望 不丧胆 不沮丧 因为我们知道 主你掌管我们的明天 你也掌管我们的今天 主我们谢谢你 愿主你的恩典 继续临在我们当中 也临在 主你所爱的儿女当中 我们这样祷告感谢 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好我们现在要分主 那我不知道有没有特别要提出来 要这个带导的事项 典费 我们无所恤逊的事儿 感谢观看